今天呢,我們首要講解是有關3DMAX的2D物件 我們今天要利用2D物件呢,來繪製一個齒輪 那齒輪長怎麼樣呢? 它大致上就長這個樣子 那首先呢,我先把這些網格關掉 按G的話呢,可以把這些網格給關掉 好,接著我們切到2D物件來 我們再利用裡面的Circle 我們先隨意畫一個大小 盡量畫大一點 那一般呢,我們2D物件如果是像這種Circle啊 Circle啊,或者是這種其他物件啊 除了Line之外,可以直接編輯外 像Circle,還有Retangle這種都是不能直接被編輯的 如果我們需要編輯它呢,就要切到Modify來 利用下拉式選單找到 Edit SP Line才能編輯它 你就會看到熟悉的Vertex Segment跟SP Line方面 然後呢,接著呢,我們就找到Segment這邊 我們把這四個線段通通選擇起來 然後找到它底下有個功能叫做Divide Divide呢,代表說它能在每一個線段上面呢 平均的分割 例如說,這邊1的話代表說 我要在這線段上面切一點 你有沒有看到,它就在上面切一點 那如果你按兩點呢,它就在這上面平均的切上兩點 那今天呢,我們就把它利用切六點的方式 Divide的,你就看到它切了六點 然後呢,我們再點選Vertex 我們利用選兩格,控兩格的方式來做齒輪 按住Ctrl,可以加選我們的物件 Ctrl,利用滑鼠左鍵框選就可以加選了 如果像這邊多選了一個,你可以用ALT按著,然後按框選可以減選 這樣好了之後呢,接下來我們要利用Scale來做一個縮分 可是如果你看到,如果直接利用Scale這邊,它縮放是沒有反應的 因此呢,我們要利用中心這邊改變我們的中心位置 現在呢,是以你的,你所選的物件,以它自己身上的中心為中心 可是如果我們用下拉式選單,我們利用共同中心為中心 也就是說,你這些物件它的共同中心交叉點在那邊 它就以那邊為主 然後這樣子呢,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縮放的動作 就可以看到齒輪被我們做出來了 有看到嗎? 然後呢,我們再把所有的物件框選起來 在點上面按右鍵,我們選擇CORNER,我們讓它做音點的齒輪邊 然後回到最上面這一層,把這個小箭頭給關掉 這樣子我們就要有一個齒輪囉 接下來我們在齒輪上面挖個洞 利用2D線段裡面的CIRCLE 再利用對齊去對齊它 中心對中心在XY身上 按OK 那因為齒輪要挖洞的話,它必須是同一個物件 所以呢,Modify在我們的這一層上面找到attach 把它attach在一起 這樣它就是一個完整的齒輪物件了 然後我們再利用 Bevel把它長成3D物件 那Bevel跟itTrue有什麼不同呢? 它的不同點在於說 Bevel底下你們看到 它有Level1,Level2,Level3三層 都先把它打勾 假設Level1我們把它拉高 例如說,10個單位 然後Level2也30個單位 40好了 你看到它就轉出來了 Level3 一樣10個單位 所以它就有Level1,Level2,Level3 然後呢,如果你不要呢 就把它勾選掉 Level2,Level3 那除了這個高度之外 它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做一個所謂的縮放的動作 所以在這邊我們讓它縮放一點點 做一點造型 5跟-5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刀角倒進來的 這邊是長出去5 然後再倒回來5 所以呢 我們的齒輪很快的呢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利用 移動 複製齒輪 Shift按住呢 可以複製一個出來 在複製的時候有所謂的Copy跟Instance 我們這個先點選Copy 然後再複製一個出來 這個呢點選Instance 那Copy跟Instance有什麼不同呢 你可以看到原始物件 它原本變成了粗寫的字體 有粗寫字體代表說 它一定是Instance 或者是Reference的物件 那沒有的呢 就看 有沒有看到 這是細體的字 沒有加粗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Copy出來的物件 事實上Instance的物件很好用 有什麼好用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 Instance的物件呢 就代表說 如果你做變動 我也會跟著做變動 可是呢 Copy就不會 Copy呢 它就是單獨一個物件 這樣我們比較清楚了 所以好 既然這樣 我們就把這個先刪除 其實也不用啦 我們沒有要做什麼特別的編輯 就讓一個是Copy 一個是Instance也OK 好 那基本上的造型有了之後呢 我們來貼材質 把全部選擇起來 打開材質編輯器 如果你看到的不是這個畫面的話 在MOD這邊 點選這個 它就可以變成這個畫面 不然你看到的應該是這個畫面 這是3D Max呢 它的新的一個貼圖的視窗呈現 那一般呢 它舊版呢 都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們在我們的MAP底下 在我們選定任何一顆材質球 然後用下拉式選單 它可以找到這邊 找到MAPS 我們在折射跟反射這部分 利用BeamMAP 我們貼上 好 這張圖 回到上一層 把Copy給它 選擇Copy就好 然後把所有物件選擇起來 利用Assign給它 就代表我把貼圖給它 這時候我們來Render看看 就可以看到它金光閃閃 有看到嗎 黃金色的齒輪 看起來是不是很有質感 好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貼材質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來做動畫 首先先把時間軸決定 例如說100格 把AutoKey打開 利用旋轉 把鎖角度打開 我們讓它 往這個方向轉好了 轉個 360度 所以它是向這個方向轉的 向這個方向轉 那這一顆呢 它是換另外一個方向 一樣 轉360度 那它往這邊轉 那它往這邊轉 那所以它就往這邊轉囉 記得度數呢 都要讓它相同 度數呢 就在底下這邊看 好OK 然後時間軸 用完記得把AutoKey關掉 那這樣子呢 它就可以很精確的呢 統統把它轉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個簡單的齒輪動畫 就這樣完成囉 接著選一個好看的角度吧 打上攝影機 把透視角的畫面按右鍵切換成攝影機 轉動 Render看看 OK 看起來是OK的 去調一個你認為覺得好看的角度就行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動畫完全的輸出 怎麼輸出呢 你只要在這邊 這邊Render Setup這邊 我們選擇 一整段動畫 然後我們算320240就好 不要算太大 在Render output這邊呢 就是代表說 你算出來的東西呢 它存在哪邊 所以我們利用File 我們存在桌面好了 選擇 選擇 AVI檔或者是MOV檔都可以 我們利用MOV好了 例如可以打上中文 是 輪 存檔 按OK 按OK就好 然後在算圖之前呢 確定它算的是CAMERA001 或者是確定黃色是在這個視窗 好之後你就會按Render 它就會開始一張一張算囉 然後最後呢 然後最後呢 你就會在你的桌面上 得到一個動畫的檔案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們利用2D線段呢 來製作一個 所謂的齒輪的一個方式 你可以試試看 我們會在這一下 圈圖 我們會再錄成 明顯